歡迎收看今天5月18號的拉新聞 我是節目主持人周玉寇 在美國的加州局局對台裔的人士 射殺進行大屠殺的叫做周文偉的人 明明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美國的外圍組織 中國合同會的成員 而事情爆發 美國的警方也認為這是一個仇恨的犯罪 影響到的除了台灣人對這件事情的憤慨 以及某種程度的寒蟬效應的威脅感之外 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要負很大的責任 結果國台辦居然發言說 這個是台灣的綠媒什麼民進黨人士借題發會 這是人命欸 中國的官媒還盡量的切割了欸 韓粉們看到了沒 當你不遺餘力的 數點忘祖的 而且違反民主的 甚至於超越人性的 去向中國共產黨 中華人民共和國效忠的時候 結果在關鍵時刻 他是把你一腳踢開的 我們今天要繼續的談 就在美國的政府 警方跟輿論界都認為這個周文偉根本就是一個殺人狂 他當時是想要把這個教堂裡的人全部用他上了子彈的槍支給射殺之外呢 還想把這個教會給燒掉 這個教會裡面呢 全部有的大概五十個人左右欸 這種喪心病狂的傢伙 是在什麼樣的範圍之下所養出來的一個人 這個人呢 他過去多年以來 屬於中國的合同會 他又是瘋狂的喊粉 那他到底這一項罪行的背後 是不是有人操縱 是不是有劇本呢 這個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的手法 去謀殺政治上的反對者 派出他的樓羅門 進行這種殘酷的行動 是要昭告全世界嗎 現在中共在全球是吃憋的喔 連普丁去攻打烏克蘭 都已經居下風 變成了世界上的笑話 當然反映出來的也是中共的習近平是同樣的下場 在中國已經是全球的敵人的情況之下 居然在一個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 發生了中國人 他是信仰中國的一個在臺灣長大的人去謀害我們自己的臺灣人的狀況 像中國合同會 在臺灣應該也要把他的外圍組織 把這個中國共產黨旗下的一個政團給宣布為是恐怖組織吧 在臺灣的所有的民眾 你可以不去這個聚位 這樣的一個殺人的這樣的一個威脅 但是你要站在民主的前面 堅守民主的城牆 才能夠讓我們的安全的生活跟環境 繼續的持續下去也 在疫情上面我們看到王碧盛呢 左打臉 柯文哲 右打臉侯友宜 昨天呢 北部的新莊的部立台北醫院呢 出現了所謂的兩個對照出來的畫面 就是當中央出手之後 結果呢 大排長龍的情形不見了 今天仍然沒有大排長龍啊 結果侯友宜呢 得新北市政府惱羞成怒 在下午的時候還發文說 這是一個刻意的操作 也就是那個對比的照片 事實上是什麼呢 今天呢 我們看到了王碧盛 他非常輕描淡寫 但是這是他經驗豐富的告訴了各界人士 中央的所謂的篩檢的這種做法 是如何的分流的 更令大家覺得很驕傲的是 由北榮所帶領的團隊 在自由廣場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臺北的中正紀念堂 設立了大型的PCR的裁檢 有車道 有人型的地方 還有親子的一個空間 讓各路不同的人馬都可以進行篩檢 這個鏡頭讓很多人很感動 才發現過去這幾天 在前天以前 新北跟台北的亂象究竟是兩個市長無能 還是他們刻意造成的 將來歷史總會還各界一個真相吧 我們所看到的狀況是 確診的人數是在增加 高峰期確實慢慢的接觸 但是蘋果新聞網的民調卻顯示出 民眾對於這樣子與病毒共成回到正常生活的 0加7的隔離的方法呢 是非常支持的 換句話講 跟國際接軌 是我們現在全民跟政府的一致目標 那些想要搞鬼的人 到底他們還有哪一些的 這個奇怪的做法 持續也在監督 今天臺北市議員簡舒培就說了 那個 克文哲市長指控很多人呢 去預約裁檢 但是呢 有四成 將近五成的人沒有到現場去爽約 他還說將來要罰錢 但是真相是什麼呢 說出來真是讓臺北市民覺得好痛苦喔 因為那個系統太爛了 所以才造成爽約的人太多 是你克文哲自己造成的耶 節目最後我們還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天中國國民黨的主席呢 朱立倫果然來了一個 與死往破的偉大的傑作 那就是他公開提名 桃園市的市長人選 絕對跌破各界的嚴禁 他確實是一隻黑馬 但是他會是國民黨 在這個地方 嗯 所謂的在地人士 跟朱立倫分臉的開始嗎 他們所提名的這個人 很多人並不陌生 因為他在跟韓國瑜大黨 競選副總統的時候呢 有非常多的驚世餘路 我們在節目裡面要幫大家回顧這一位政治人物 曾經擔任過馬英九政府最後時段的行政院的院長 張善政要對打民進黨的鄭裕鵬或者是其他的人士 那鄭裕鵬跟張善政如果在桃園對一個藍綠的人選 會出現什麼狀況 而羅茲強跟其他的人 會不會因而跟柯文哲合作呢 有意思吧 節目最後我們還是要跟大家談的是臺中 今天也要告訴大家一個可以創經事記錄的就是 這個一九九五年就開始做省議員的 盧秀燕女士 她的先生做過臺中市的市議員 一九九五年一直到現在有二十七年的時間 他們一九九五年的時候的財產呢 是有八間房子到最近一期的財產申報 盧秀燕跟他的先生兩個人名下沒有任何不動產 零 房子零 土地零 存款八百多萬 這是怎麼做到的 絕對不能容忍用財報來為自己美化 自己是一個女版的蔣經國嗎 臺中人你還要被騙多久 為各位介紹我們今天請到的來賓 第一位就是牛津大學的國際關係博士 王浩 康康姐好 大家好 歡迎你繼續為各位介紹的是 民進黨的不分區立法委員林楚英 康姐好 大家好 謝謝民進黨的臺中市議員施志昌 康姐好 大家好 謝謝政治評論家王朗東 康姐好 大家好 國民黨的代表我們今天請到的是 臺北市的松山市議區的國民黨所提名的 議員的參選的候選人 張委員 康姐好 大家好 歡迎 最後為各位介紹的是 財經專家也是政治評論家王傑民 大家好 好 我們來看呢 最新的發展呢 就是這個叫做周文偉的 按照美國警方的說法 其實他要形成一個大屠殺 他非常的殘酷 他的計畫非常的縝密 幸好是他被制服了 但是中間犧牲了一位才52歲的 這個鄭達志醫師 這是一個多令人憤恨的一件事情 所有的臺灣人都不能忍耐這件 由這個殘酷的這個罪行的同時呢 在臺灣也有相關的人士 特別是基督教長老教會 隨同了一些這個臺派的人士 今天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們希望我們的政府對於合同會 類似的在臺灣的外圍組織 比方說像統促黨等等呢 都要進行一些監控 甚至於要宣布他們成為恐怖組織 而在美國的合同會 早就被美國人 美國的政府點名是 中國政府的代理人 來看這個周文偉 他被檢方可能會被起訴 而且呢是要求刑死刑 非常感謝 哽咽講完歡迎詞 牧師張宣信再也止不住淚水 目睹俄安造會槍擊案 第一現場的他 和造友與附近居民舉辦助導會 共同守夜悼念不幸身亡的 台藝醫師鄭達志 會想起槍擊案當下 教員們還是心有餘悸 而張牧師在看到正達之重擔後 趕緊舉起椅子砸向槍手周文偉 才與其他教友合力制服他 兇嫌周文偉身份曝光 不但曾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 統派色彩濃厚 且犯案東基也被美國警方認定 是基於政治目的 周文偉面臨五項殺人未遂 四項持有爆裂物和一項持槍謀殺罪名 當時他攜帶疑似汽油彈十五個彈匣 以及兩把手槍前往行凶地點 五十二歲的台藝醫師鄭達志捨身救人 不幸命喪槍下 檢察官推測周文偉企圖殺光所有人 再炸毀教堂 根據當地媒體報導 周文偉原本在拉斯維加斯當包租公 二零零九年起投資十二間舊公寓 賺取租金資助兒子學費 二零一二年卻被房客襲擊搶錢打到重傷 險些喪命以示從此性情大變 周文偉明明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信徒 他根本就覺得自己是個中國人 韓粉瘋狂的韓國瑜的支持者也就罷了 中國合同會明明他自己的身份也是重要的理事 但是昨天這則新聞是被美國政府 是標誌成為是一個仇恨犯罪 而且就是政治上的一次殘酷的謀殺罪行 中國當局結果昨天兩次發言 都撇得乾乾淨淨的 一開始是外交部 這個王文斌在例行記者會上 這位發言人把他講成是美國平常大家熟悉的 所謂的槍支的暴力問題 他說美國加州教堂槍擊案槍手相關提問 回應的時候他說我們也注意到了 有報導稱這名人士是從台灣移民到美國的 跟中國一點關係都沒有的 他確實是台灣人 但是他信仰的是中國 那希望美國政府去採取有效的措施 解決國內日益嚴重的槍支暴力問題 跟海外的這些中國人 這個台灣出身台灣移民 但是他效忠的是中國 所產生的那個對政治意識形態上面 不同人士的那種仇恨 結果避而不談也就罷了 後來國台辦大概發覺不對勁了 因為很多的這個媒體都在討論 明明這個人就是中國合同會的成員 而且他就是效忠中國 所以國台辦就開始說 涉案槍手跟受害者都是從台灣移民到美國的 台灣個別綠色媒體 借機炒作圖謀利用不幸的槍擊事件造謠 做政治文章用心顯惡毫無人性 這個不就是他們的中國的這個小粉紅們 中國共產黨的這種仇恨這個操作 網路運用以及戰狼外交的一個氛圍 所造成的嗎 不是馬傑明 沒錯 為什麼中國要切割 因為他的他的所參與的部分 就是我們說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而且他是理事 那因為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 有一些群組是跟美國有關的 這些美國僑會直接跟我說一句話 蟲促會殺到美國了 那仔細看原來是發生這個槍擊案 那這事情裡面讓人家覺得非常驚心動魄的地方 事情是剛才這位就是我們說的美國這個聯邦調查局 洛杉磯分局這位Johnson 他就說一句話說 他後面一個英文字 他叫training to do 意思說這個人是被訓練去做這個事情的 有多恐怖你知道嗎 第一件事情 其實他之前就已經去看他地形了 他到這個教會的時候 用臺語跟當地人來交談 所以大家不宜有他 他就坐在後面 看著報紙在這個教會這個執行禮拜的時候 那麼繼續就是看報紙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在長短會有個非常好的傳統 就在假日的時候教會結束完之後 會有個礙宴 好就是大家留下來 可以吃個飯 那正好有牧師要離開 所以剛才講的那位鎮醫師很可惜 就是帶著媽媽要去送這位牧師出來 就在當家在吃飯的時候 在交談的時候 跟牧師在拍照的時候 這位這位就是我們說嫌犯這個周文偉 他直接用鐵鍊把這個門給鎖起來 而且用三秒交把這個鑰匙給這個 就是把他填住 讓裡面人無法逃生 當時因為原本是有三百個教友 因為參加愛宴的人數呢 帶只剩下不到五十個人 所以人數並不多 可是你知道他攜帶的火力有多強大嗎 他除了所謂恐怖主義 最喜歡帶的半自動武器之外 同時間他帶了十五個彈夾 總共高達三百顆子彈 那麼是用這個手槍 兩支手槍攜帶 那就在這個時候呢 大家就知道那這個美國的這個調查局 洛杉磯調查局這位強生就說一句話說 這是一個蓄意方案 而且他所做的事情叫仇恨犯罪 我先跟所有觀眾報告一下 仇恨犯罪呢 在美國稱之為聯邦罪 意思是說呢 這是一個系統性的犯罪 所以換一個角度來說呢 雖然剛剛Johnson含蓄說 這個跟政治有關係 我們是一個open mind 是一個開放的 但是基本上某種程度呢 其實他的說法就是 這是牽扯到的 就是我們說的剛剛談到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是不是背後的超盤手 當然他說是open mind 他們還會去調查 但是他用 剛剛講的 他說這個人是被訓練去殺人的 那我們看到事情的時候 那種恐慌的情緒是多麼可怕 那牧師本來在上面 跟大家致詞說 他要叫他去調任到別的地方 一片祥和 突然看到這個人 就是我們說的周圍 他拿起手槍的時候 他以為是玩具槍 後來發現到有槍聲 而且有人倒的時候 那在千軍一法的時候 我們正義師衝過去 因為他這時候的這個 這個槍手已經把槍瞄準 到他的媽咪 所以他衝過去 要把這槍躲起來 那這個人非常冷血 對他開了三江 那這時候牧師在看到的時候 拿椅子把他破下去 然後五個人就衝下去 把他給制服了 這畫面多驚悚啊 而且最驚悚的事情 竟然是臺灣人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我要特別提一件事 這個臺灣人基本上 他在過去的所有的行為當中 基本上都已經接受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的訓練 那你知道為什麼中國要切割呢 因為這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他成立時間在什麼地方 他成立是在一九八八年 成立在哪裡你知道嗎 成立在北京 他是二零零二年才去美國的 當時一開始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當時的這個副主席 在上一任的這個副會長 是誰嗎 就是現在最鼎鼎大名的孫春華 孫春華是誰 當時就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總理 所以你說這個機構 跟中國沒有關係嗎 所以在這個二零二年的時候 川普就認定這個組織 不是所謂的非營利組織 他就是中國駐外使節 所以必須交出出的清單 但是我們覺得這恐怖的事情是 現在這個僑界非常生氣的事情是 他為什麼要選擇在加州 因為加州現在對於死刑犯 他們是有判死刑犯 但是基本上死刑犯沒有處死 所以這個人知道說 如果他今天在拉斯維加 幹這個事情的話 他就會當地會處死刑 他特別到加州來做個事情 他們說這個人是一個 他們有一個非常糟糕之言 就是反正就是類似就是一個 很糟糕的一個人 但是我們反對這件事情 就是說這過程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牽扯到中國 這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當時韓國瑜擔任高中市長的時候 他去了這個香港 香港接待的人就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在香港辦事處 那當然這個事情 這個韓國瑜現在也發表聲明說 這個事情他很哀悼 可是你可以看到這件事情 這個手早就已經遍佈在這個美國 那我今天在看這個就是 我跟這個就是台商在美國的一個賴群組 就說一句話說 其實你知道這個事情對於僑界有多恐慌嗎 因為基本上沒有錯 在這個這個組織 其實他早就滲透到各個僑界 不論是在紐約華盛頓或者是加州 只要有華人所在的地方 他們的部門他們幹部呢 早就在整個社區裡面去駐紮了 那裡面有中國人 當然裡面有臺灣人 而且重點是什麼呢 只要是中國有什麼訊息發生的時候 他們都第一手時間把中國的訊息 原文的去告訴他們這個 這個合同會的所有的人 所以他們過去這幾年 特別在二零一九年 他們在這個拉斯維加成立 這個辦事處之後 就不斷地洗腦 就是只要中國訊息一出來 他們就洗腦這些人說 中國是對的 美國是錯的 臺灣要搞臺獨 所以整個過程當中 才會造成這麼恐怕的事情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絕對不能逃避這個罪責 因為所有的訊息已經被我剛才講的 就是洛杉磯聯邦調查局 洛杉磯分局副局長強聲說鎮定的 這是training to do 他是被訓練的 訓練他成為殺手 那可以抓到訓練的基地 跟訓練的這個對象是誰嗎 對不對 不過這次終於我們看到的就是過去 我們也曾經討論過他的威脅力量 很大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合同會 有人講誠實 統促會 那請教我 他在臺灣其實也大剌剌的 那在臺灣類似的主張 其實用語言暴力已經進行了非常久了 可是這個案子你認為背後 中國的北京的發言人 汪文斌跟國泰辦 昨天幹嘛出來講的 這都你們臺灣人 好像意思是你們臺灣人自己殺臺灣人 跟我沒關係 汪文斌的說法就是 這是美國的槍支暴力 趕快撇得輕輕 結結的 是心虛嗎 對 當然中國政府是想撇乾淨的 但是實際上 周文偉自己這個人 雖然是在臺灣出身 而且是移民美國了 但是他自己的認同是中國人 所以他才加入了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並且擔任在這個美國洛杉磯的理事 洛杉磯分會的理事 那這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是明顯的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 他現任的會長是汪洋 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 他的副會長是尤全 是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 所以他是一個在全球幫助中國共產黨 推動他的所謂統一理念的 這樣一個外圍組織 而且他在臺灣的活動也非常活躍 即使到今年幾個月以前 臺灣一個有名的醫生叫蘇偉碩 也還要受這個合同會的邀請 在網上做各種的這個發言 參加他們的研討 反萊豬 這個他是為了反對四大公投 評論四大公投 然後這個新黨的王炳中 統促黨蘇偉碩 這個統促黨是臺灣本地登記的政黨 他跟中國的這個合同會 他不是一個組織 但是他們的理念是非常相同的 所以他們也被邀請參加他們的網上活動 這個合同會本來在臺灣是有辦公室的 是在101裡邊 101他們有人說是14樓 但是前幾年好像他把辦公室搬掉了 關掉了 現在主要是網上活動 那可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在2019年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非常有名的 中國的武統學者叫李宜 來臺灣做演講 也是這個合同會安排的 那當然去年這個國民黨主席選舉的時候 合同會也有安排張亞中 上他們的網站來這個宣揚 張亞中的理念 所以他實際上是一個 完全由中國共產黨贊助 出錢的這個支持統一的這樣一個 共產黨外圍組織 而且在臺灣非常積極的活動 當然也包括2019年 他們邀請這個韓國瑜去香港訪問 那這個類似的各種各樣的活動 都是為了所謂促同反都 那當然他們對於這個所謂移民 在美國的華裔人士也好 臺灣出身的這些人在美國的 他們也大規模的做這種統戰宣傳 所以就吸收了像這個周文偉這樣的人 然後這個是這個美國合同會的這個年會上 這個周文偉這個掛出來他自己寫的支持韓國瑜的這個標語 然後他自己在解釋嘛 所以你就是可以看見他們的這些活動 在第一在美國也非常廣泛 第二是有系統的針對臺灣背景出來的移民美國的人 同時他們在臺灣也是有系統的針對臺灣人 然後吸收那些跟他們理念相同的人幫他們一起活動 所以這樣的一個組織 我是呼籲臺灣政府應該禁止他們在臺灣的活動 雖然他們現在沒有辦公室了 沒有任何的暴力或是謀殺行為 但是令人害怕的 雖然他們現在已經沒有辦公室了 但是他們通過網上還是系統性的在組織活動 而且不斷地邀請臺灣的政治人物 包括蘇偉碩 包括王秉中 包括何文治是統促黨的主席 包括張亞中包括韓國瑜這樣的人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那我覺得臺灣政府應該禁止他們來在臺灣 組織這樣的活動 我們雖然在一個自由民主的什麼言論自由 組織社團的自由的保障之下 但是發生了這個周文偉的這個謀殺 這個筷子手的事件 以及一位臺灣的醫生不幸犧牲 而且拯救了五十幾個臺灣人的這個狀況 應該是我們的當局是不能掉以輕心的 各位現在臺灣有非常多的事情 將來在年底的時候 我們的選舉又會使得臺灣的社會的對立的狀況 又更嚴重更別講明年又有這個總統選舉 所以因此剛才傑明說了海外的臺灣人士 現在是有這個觸目驚心 大家心生畏懼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的政府跟相關的自由民主國家 也應該有一個結盟 這個跟普丁去派人去殺烏克蘭人 有什麼不一樣 今天的臺灣的政治呢 出現了另外一個令人震驚的這個鏡頭 那就是呢 還沒選舉 中國國民黨在桃園 已經發生了內戰了 我們來看今天的朱立倫主席 扔下了一顆震撼帶 他說中常會提名前行政院長 參選過總統跟韓國瑜大黨的張善震 來選桃園市 結果第一個出來發難大罵人的 不贊成的跳腳的是呂玉玲 於死亡破 原來是朱立倫跟呂玉玲 跟羅志強跟魯明澤 跟在地的萬美玲的最後結局 張善震在過去的選舉當中 有非常多驚人的語錄 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張善震身為候選人 將來在桃園市長候選人 這樣的一個角色裡面 會鬧出多少笑話 拉著前行政院長張善震的手 高喊當選 國民黨桃園市長提名陷入僵局 主席朱立倫突然出手 決定提名張善震 但他跟桃園有淵源嗎 進到內閣擔任政務委員之前 桃園龍潭的渴望園區 都一直是我最主要的上班地點 此刻開始 我跟桃園所有的鄉親 就是在同一條船上的 共同生命體 一定要跟地方 每一位 不管是議長 不管是立委 不管是議員 不管是里長 都要能夠努力的溝通 朱立倫強調 張善震在桃園工作多年 也能帶領桃園更上一層樓 至此時 張善震就坐在台下 邊笑出剛辦好的黨政 但黨中央閃電宣布 激怒了 已經正式參選的立委呂玉玉玲 他批評朱立倫沒有先溝通 這段時間 他都相信黨中央會有機制 這種粗糙的方式 會讓支持者失望 更嗆不排除任何可能 另外一位 積極準備的羅志強也發文 說很驚訝 很錯愕 也五味雜陳 需要沉澱一段時間 好好思考 來迎率先開牌 綠營也緊緊發展 找韓國瑜也好 找張善震也好 都只顯示說 國民黨對於桃園市長這個選舉 他們是很沒有信心的 然後他們過去對桃園的喊話 只有一個基礎 就是說好像以前 鄭文燦以前桃園是藍大於綠 我一直在講他們 如果吃定這一點的話 國民黨市長選舉 必敗無疑 請教朗東 張善震其實大家 並不會很陌生 過去他在做行政院長的時候 是蠻久 最弱的時候 那個就是選輸了 然後政權要交出來之前 我記得是這樣 然後他就 在沒有人做院長的情形之下 由副院長升任 那個時候剛好台南發生了地震 他跟台南市的賴清德 當時的市長 算合作還算良好 因此他的民調不算太低 那時候民眾對他也沒有什麼惡感 他就要選總統 結果選總統不成就跟韓國瑜 一起來參選的副總統 跟民進黨就變成死對頭了 變死對頭 他有非常多的驚人的語錄 所以我今天問國民黨的相關的人士說 糟了你們桃園選出了一個 人家說是總統級的這個候選人 結果國民黨內部好多人好高興 那把他過去的發言全部都整理出來 我們稍微為大家整理一下就看到了 你知道嗎 最驚人的就是張燦正曾經批評蔡英文 沒有生小孩不懂父母心 結果他就被罵說是荒謬邏輯 林靖怡罵他我們子宮沒有 腦袋倒閉你好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大部分的人呢都這個是這個提到他這個其他的這個國民黨的女生沒生過小孩的都來這個來叫各界來請教張燦正然後呢這個光是這個事情而已喔 後來我們發現他講了太多的話 他是桃園市長參選是國民黨的票房的什麼藥啊 對張燦正在二零一九年已經原型畢露了 如果韓國瑜是太陽的話 張燦正就是月亮 因為他就吃了韓國瑜的口水 整天在那邊胡說八道 當時韓國瑜就喊說什麼 哇我們那個國道六號要東延到花蓮 然後但是其實交通不早就已經說這個技術上是有困難的 張燦正還硬邀背書 哇說他打通中央山脈 這個事情也沒有那麼難 結果到現在為止 花蓮現場去政會怎麼不出來講一下 這方案可行嗎 趕快跟中央提啊 百名又胡說八道 韓國瑜那時候還說故宮的展覽 一次性全部展出 結果故宮跟你說因為我們展覽太多了 館長很多 沒有辦法一次展 他在說什麼 他說其實是數位館長 把這些館長拍拍照之後 放到網路上給大家看 在那邊硬拗 再包括是說張燦正還接受專訪 是說什麼 年輕人都喜歡看蔡英文去嗆對案 是因為年輕人沒出過社會 不知道這個社會壓力 完全全污名化這個年輕人舉動 引起非常多這個憤慨 也包括說他去提到一些新住民健保的問題 竟然說蔡英文沒生活小孩 不懂父母心 就如同我們這個畫面上所顯示的 是非常荒謬 而且是極為卑劣的一個人身攻擊 而且更嚴重的是他在這個選舉期間 還受媒體的訪問 那時候還說對媒體不能姑息 那些親民進黨的媒體啊 什麼蘋果 三立 中央社 當然也可能把我們民視都在內 上來說就是要處理 應該要去處理 這種民間打壓言論自由言論 就出於一個現在目前是桃園市長的一個候選人的一個口中 所以他真的不是什麼表面上過去他認知到的一個學者 然後是土木專家 他是徹底的韓國瑜化 而這樣一個布局溢出 也算是相當的這個匪夷熟識跟精彩了 首先馬上就傳出說 因為下個禮拜萬美齡就他要說要出來選 所以說這個朱立倫看到說這個再拖下去不行 趕快找張燦正出來 而呂玉玲 呂玉玲在今天下午之後也表示說 沒有溝通 亂無章法 不能接受 第一次看到呂玉玲這麼強 因為他上一次就亂咬人的這個時候 那顯現是說 那顯現說呂玉玲就咬朱立倫的時候 那顯現說呂玉玲就很生氣啦 不知道他會不會去咬朱立倫 那是張燦正 那所以你看得出來是說 國民黨在桃園這局是非常的混亂 那為什麼朱立倫會做這樣的一個決策呢 首先他不想要尊重在地的勢力 包含他們這些里長 還有邱玉森議長等等 他覺得說這地方勢力的話 這可以不用去管他 所以他不管呂玉玲這邊 他也不想去接受羅志強 因為羅志強跟趙少康 還有跟戰鬥懶捏關係都非常好 他很害怕趙少康 因此而做大之後 會搶到這助力人家自己 選總統這樣的一個機會 所以最後他就覺得說 不如我就趁這個機會呢 這個表面上是跟韓國瑜聯手 因為有傳出說這幾個禮拜來 韓國瑜整天跑桃園 所以已經做好了一個溝通 跟初步的一個佈局 張善政就是作為韓國瑜代言人 韓國瑜韓家軍的一個角色出來 那當然他張善政一出來說 韓家軍就歸隊就支持了 原本要支持羅志強 就全部跑去支持張善政 因為張善政才是韓國瑜 真正清點的副總統 一個重要的一個候選人 所以但助力人表面上是支持韓國瑜 大家心裡面是不是會真的為桃園好呢 最好狀況就是張善政沒選上 表示韓流消瘋了 接下來韓國瑜就徹底會消失 在國民黨這個權力結構裡面 這個就可以說是助力人 一個一石二鳥之際 實在是令人震驚 確實是助力人的這個政治上的 我不知道這個是自殺炸彈 還是這個侵略的地雷 要請教被咬的林助寅委員 他剛才說了 李玉玲應該現在就跑到中央黨部去咬 助力人在隊 我就想說 都破了我的梗 我後來還想說叫李玉玲 一怒之下到底是要咬助力人 還是要咬張善政 對不對 如此憤恨 尤其是助力人居然用這種趁其不備的方式 因為今天我相信大家都有一種覺得是被突襲的感覺 當然被突襲的可能是國民黨在地的這些桃園的候選人 更覺得自己可能都被嚇到 突然間就來了一個張善政 而且這個張善政不講則已 一講真的是語露驚人啊 甚至於他的剛剛這些誇張的言行 很多人都說他是善政 但可能善後然後就要善終了 所以現在是直接就桃園要準備打包起來嗎 因為我覺得從前一波 我們看到除了這個羅自強 簽了戶口到龜山 然後一個所謂必定參選到底的決心 然後你看到呂玉玲啊 雖然說他過去大家真的都不認識他 要不是因為他咬了我 讓大家對他有一點印記 當時呢 我記得媒體來問我就說很歡迎他參選 只是我認為參選一個市長 不應該只是靠嘴巴要做行動 讓大家知道你是誰 如果你靠咬人 讓人家記住你是誰 那恐怕國民黨吹張牌真的沒有用 所以呂玉玲他還真的砸了大錢 去換了一個形象 然後還拍了一些廣告 感覺上好像一副就是 如若魯明澤不出來 或者是萬美林不出來 因為他們兩個都面臨了 就是剛當選都很怕變成是魯一半 或萬一半 這樣都好像不是很好聽 那感覺上在這個時候 就是呂玉玲可能最有機會的時候 居然殺出這個陳咬金 呂玉玲不是上個禮拜才剛剛 好像看到黃國元 好像黨部的主委 還有邱玉玲造勢大會嗎 不是造勢 洪湖烈烈 感覺上好像就是這個大轎子要扛來給他了 現在居然殺出一個陳咬金 這個時候不咬 何時咬 你看他被人家咬掉了 好嗎 林楚音呼喚這樣 呂玉玲出來發為你的咬弓 對 我覺得這個時候就真的不要被人家給咬掉 但是我自己個人認為啦 就朱立倫這一招其實是個好招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張善政過去就是韓國瑜的搭檔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我還記得在昨天我還看到說是有傳言說是韓國瑜 而且韓國瑜至始至終都一直曾經傳說 要來桃園選 那你要知道既然韓國瑜沒有出來 那曾經跟韓國瑜搭檔的詹善政 現在來選桃園 就變成他的代理人 那就是代理人之戰囉 如果是這樣 這樣的一個所謂代理人之戰 韓國瑜代理人之戰 能不能讓這個與死亡破的羅志強退卻 能夠讓這個一咬要定江山的呂玉琳 也可以退卻 如果是這樣 他就會認為朱立倫 就有說我這個真的是個好騎啊 他自己有講過啊 我不是一個笨蛋 我總會是推出一張好牌 不會輸的人 所以這個時候就壓上去囉 如果張善政真的沒有選贏的話 那你韓家軍要負責喔 二零二四你還有臉來出來跟我競爭 二零二四的總統嗎 因為人家臺北有這個國民黨放出來牌 現在就是臺北 呃就是 甲娃 新北 侯友宜 桃園 張善政 然後臺中 這個等一下我們會談的盧秀燕 就感覺這個牌是很好的 大家也都好像不錯 就是你張善政不好 那就是你韓家軍不好 欸這個是一桃殺好多事喔 殺了那個張善政 還殺了剛才朗東講的那個戰鬥人 是 叫做 對 一桃殺 不只三事喔 好幾事 對 原來 所以朱立文真的是不笨喔 真的是一個精算師 對 但是張善政其實也很高興 張善政我算是熟悉他的政治人 我只能說他是學 他是土木工程 臺大土木工程系 他的學歷非常好 是康奈爾大學畢業的 而且他過去是在高速電腦中心工作 後來呢 他這個被政府給這個 使延攬做副院長的時候 都還不錯 可是他參選之後 他的政治語言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缺乏 這個IQ的 那更別講 剛才講的 就是他被批評的時候 他的EQ 恐怕也需要調整 但是他今天呢 發了一篇 這個很長的臉書 在中國國民黨中常會 正式提名他之前 那他在今天應該是聯合新聞網的獨家 我如果沒有記錯是聯合新聞網 這個大概是一個操作 因為昨天就突然冒出來一個韓國瑜 那終於發現原來就是韓國瑜的 副總統的搭檔張善政 等於就是韓國瑜嘛 好他怎麼說呢 他說呢 他呢 使用他的專業跟行政資歷為桃園為臺灣實現一個原本就應該享有的美好未來 但是問題是桃園不是在地的這個情感很深桃園人在投票的時候不管是于北辰將軍啊或是很多的這個議員啊黃靖平常常上我們節目啦或者是這個啊鄭運鵬他的呼聲很高的民進黨的參選人啊都告訴我們桃園最重視的就是在地經驗啊結果朱立倫的就是在地經驗啊 找了一個空降部隊啊 比那羅志強還要空降 羅志強至少還去買房子了啊 雖然買了一個會漏水的房子 好他怎麼說 他說啊這個前面講到疫情啊 為了我們的發展為了子孫的幸福 我們絕不能習慣於無奈 我要用我畢生累積的能量為臺灣為桃園再打批一次 而且這一次我要從地方出發啊 要請教這個委員 上次選副總統都沒選上了 現在又從地方出發啊 而且他跟桃園有什麼淵源啊 他跟桃園的淵源有啦 就是我講的高速電腦中心的無線網路 龍潭渴望園區曾經工作十二年 二零一二年我擔任科技政委 用高速無線網路把復興箱什麼什麼 這樣就可以當桃園市長嗎 你們朱立倫主席到底是不是被握底了 很多人說國民黨現在的主席或者是秘書長 是不是蔡英文派過去的間諜啊 我先說我覺得張三鎮他接了一顆炸彈 怎麼講他的確啊 他 老實講他願意出來擔任這個參選桃園市長 我相信很多藍營的支持 包含我站內第一時間看到新聞的時候 憂喜參辦 也不是憂喜參辦 就不知道怎麼反應覺得說 哇 這個黨中央奇招耶 老實講我真的覺得這真的奇招 哇 我們黨中央其實真的有時候在做這黨內的這個運作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手把我覺得真的是還滿高招 怎麼說好 朱立倫都有奇招 換朱也是他手下做的 所以朱立倫是撞造奇蹟的人 怎麼說好 老實講張三鎮出來 對於藍軍支持來說 張三鎮是個藍軍的選民 比較喜歡的政治人物典型 包含他理性 包含他的背景 包含他的專業 包含他的形象 都符合國民黨支持者喜歡的形象 所以他放到桃園市長選舉之後 大家覺得我不知道怎麼去罵張三鎮 我們會覺得說對羅志祥不公平 他爭取這麼久 甚至呂玉玲更可憐 但是問題是今天推了狀態症 然後我們都知道可能是有人在背後操作 那有人是誰 我是國民黨黨員 我就不講 為什麼不講 是誰操作的 我覺得大家自己去看 是韓國瑜嗎 沒有 沒有 就朱立倫是這樣 沒有 我覺得黨中央背後去怎麼做這件事 他說清楚 我先跟各位去羅列一下 當時黨中央怎麼講桃園市長人選的條件 第一個說要有科學的民調判斷 好 民調在哪裡公布給我們看 再來呢 民調 民調比陳時中剛好 再來說要在桃園在地的 還特別說工作不遂 很明顯張三鎮不符合當時的條件 對啊 對啊 那包含要很多在地議員支持 然後等民進黨先出發 民進黨現在是誰還不知道 然後要徵召這個最長的陣容 這其實張三鎮的條件 跟當初國民黨中央講的條件 黃建廷講的完全不符合 其實不完全相符嘛 那不完全相符之後 你就要去給大家一個合理的答案說 為什麼是張三鎮嗎 所以人家說你們的秘書長跟主席 都被蔡英文行這個植入間諜那個軟體了 在座自殺 對 但我最後我要講一下 我覺得呂玉玲真的很可憐 他被推出來 他什麼可憐 他咬那個林楚衣那天 可是很兇悍啊 沒有 那是那個立委也說 而且他自己有在桃園發一波文宣 他說他咬出一片天 沒錯沒錯 這樣欺負你 真的真的 後來人家有跟我說 他認為他就是咬不公不義 整個我就覺得 哇 居然咬人都可以這樣子 成為合理正當化 我都覺得 難怪我們剛剛有討論那個 周文偉這種 可以仇視可以殺人 真的耶 他咬人 他還說他咬出一片天 那有沒有臉皮啊 你們公平打人 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就是 周文偉的 所以表示周文偉這種 在國外的這種仇殺行動 好像也是殺出一片天嗎 我完全不可認同啊 他可惡耶 這個文宣 沒有 我知道 我覺得真的 我要為他過去的行為負責 但我譬如說 他為什麼好可憐 那他民調又不是第一名 沒有 因為我前兩天 好像下節目的時候 剛好去國藝山 剛好對面嘛 然後跟我朋友拿東西 呂玉琳看本突然上了耶 那很多 因為據說CK楊 你們那個金主已經拿 把錢拿出來支持他 所以今天張善恩出來 他會變怎麼樣 張善恩鄭老師 他過去跟韓國瑜搭檔 所以其實有比較多的韓粉 支持韓國瑜 靠韓粉可以選上嗎 對 沒有 其實是會支持張善恩鄭的 那同時呢 羅志強其實有很大一部粉絲 跟韓國瑜的粉絲 其實有高度重疊的 所以他等於是裂解 這個過去可能支持 羅志強這群支持者 再來呢 張善哲出來 經緯傳出來 邱一聖知道這個事情 然後呢 那換句話說 過去邱一聖挺的是所謂 李玉琳 邱一聖事前知道嗎 經文是講說 其實邱一聖已經知道這個事情 他已經知道他不知道 被判李玉琳了嗎 不知道 你們真的是 於死亡破言 你們這個黨在桃園 對 我覺得我覺得 的確今天桃園超級精采 超級精采 簡直是中國國民黨的這個 崩壞毀滅 從桃園開始就國家大門 這太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了 你的提名都這麼沒有張法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當時朱立倫呢 在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跟蔡英文堂這個 對打那一次 人家明明叫他出來選 他就不肯選 叫他選主席也不要 叫他選總統也不要 然後最後呢 侯秀柱出來了 隔了三個月 就在中秋節前後 把人家換掉了 所以朱立倫連這種事情都會做 可是張善政 這樣的一個人 在桃園在地這樣選 你靠這個要請教解明 韓國瑜的票 怎麼樣韓粉的票 永遠都不會在對方的票上嘛 所以提一個韓國瑜的韓粉的這個支持者 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你要的是中間選民啊 而且你還要一個年輕的這個候選人 民進黨是提誰我不知道啦 但是民進黨的鄭運鵬 跟張善政比 比他年輕 然後呢 鄭運鵬跟張善政 都是臺大圖圖目系的 鄭運鵬是張善政的學弟 所以這種比較的情況之下 等於就是送分給民進黨啊 當然民進黨本來就是執政兩屆 然後鄭文燦又非常強嘛 可是你不會覺得這個提名 就覺得這個黨是已經不想活下去了嗎 還是朱立倫要到美國去一段時間 故意二十五號就要提名蔣辦 他想把這些事情讓他很煩惱的事 趕快給他徹底解決掉了 就隨隨便便的就找了一個人出來 而張善政是有點天真啊 沒錯 我們今天PTT已經是暴僵了 就是針對張善政突然選桃園市長 這件事情 讓大家覺得是不可思議 有人說彩虹林又來了 有人說韓國又出現了 他們說在地人到底認不認是張善政啊 這些問題現在在PTT裡面 是一折一折的被砍出來 還有說這背後有沒有什麼樣的陰謀啊 朱立倫是怎麼回事喔 所以大家的共同的條件都是 都不是問一件事 張善政是不是適合擔任桃園市長 大家問的問題是張善政怎麼會跑出來 裡面是這個韓國瑜的關係嗎 彩虹林嗎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其實因為我們住在新竹 我們也有看到桃園的這個radio 其實呂毅林真的要選耶 他的那個廣播真的是按照 就是你幾乎看各個在地的這個 不是還說他咬出一片天嗎 他把唇音去死了 他真的是咬出一片天 那個廣告真的咬出一片天 他那個是密集性的播放 如果你今天到新竹桃園 你只要開當地的radio的話 幾乎每個廣告時間都有旅運的廣告 這個咬出來錢是金額的 你要知道每個電台 每個下去 甚至他看板已經出來了 那當時為什麼會這麼做 當然也要謝謝我們褚英 讓他這個他一咬成名 可是其實背後的因素是因為 魯明哲一直在猶豫啊 他不想選 因為魯明哲在登地是二十年 民調也是最高 結果你知道嗎 我覺得還有一個原因喔 魯明哲改口了 他說要等他 徵召他願意啊 因為最近這個兩大報紙 就是我們說比較清藍報紙 都說都是魯明哲 魯明哲的消息 那你知道魯明哲 一旦出來的時候 對於李毅來說壓力很大 我錢都砸進去了 那魯明哲出來 我該怎麼去協調 這時候你派出一個張善政 好 我上次魯明哲不是朱立倫最喜歡的嗎 對 那為什麼會變成張善政 那當然這裡面就是剛才講的 韓國瑜最近動作很多 甚至有傳出來韓國瑜 有考慮要選桃園市長 好了 所以這是桃園 韓國瑜 付出的這個暖身行動 是由張善政從地方出發嗎 可是我要這麼說 你你你對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現在身上 到底有多有多低大也心知肚明 他每次都想要付出 還找廣播 接著就沒有聲音 所以他到底現在 在基層實力有多少 其實是一個問號 但是問題是張善政 能夠打選戰嗎 對 問題是說 你就算是今天是韓粉上升 張善政也不是這個韓國瑜 我前陣訪過鄭文燦 他跟我講的一個數字 我嚇一跳 我想這個桃園的鄉親都知道 最近桃園很多建設 那那天我在訪問他的時候 這是廣告時間 因為我本來是要問柯文哲事情 他就說柯文哲就不用多說 他只是很難想像一個人怎麼可以 這麼的無聊去做一些事情 大概是這樣子 他跟我說一些事情 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因為我們那個 訪問快結束的時候 他旁邊的幕僚這邊等了 他就說吉民不好意思 我現在整個桃園 一千多個公共工程在進行 一千多個公共工程 所以這個鄭文燦的這個周邊效應 他的對於民進黨的候選人 他的加持力是非常強的 那本來呢 這個光是鄭文燦的這個接班人 就已經足以打敗現在這些人了 什麼魯明澤呀 呂玉玲啊 羅志強啊 這些都吹牛大仙 那這個韓國瑜 被認為是聲量很高 可是張善政 我再憑良心講一次啊 我們張善政對他算是熟悉 他是一個行政上面 還算被肯定 也不過就最後三個月 可是他政治上面真的 我不好意思講他政治語言 是一個幼稚園級的那個 剛才這個維園說桃園會很精采 我覺得桃園會成為國民黨的笑話 就是你朱立倫在提名上面 亂七八糟 當個主席連提名這件事情 都要像兩位這個楚英 跟朗東所說的精算自己 先把敵人給消滅掉 這個跟那個雙北的市長 再講疫情不是一樣嗎 這個疫情跟去年是一模一樣 發展到高峰最混亂期的時候 雙北的市長 特別是柯文哲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然後王必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介入 才把疫情給這個平息的下來 今年不是也是如此嗎 請大家現在拿起你的遙控器 轉到152台 民視台灣台 那新聞152 這兩天為什麼沒有PCR的 急診室前面的大排長龍了 這兩天為什麼自由廣場 變成了另外一個台灣 在防疫上面的一個示範區 我們來看一看 怎麼回事 看一看羅俊軒醫師 他在我們節目裡面 所做的一個楷竊的說明 各位就知道了 柯文哲的真面目 醜陋的真相被揭發了 王必勝一出手 這個疫情我告訴各位 對就算是達到了八萬十萬高峰 他在月底下個月初的時候 就會進入令你覺得安心的全台灣的民眾都接受的一個與病毒共存正常生活 而且呢是這個讓我們的疫情過度的一個目標 來看羅俊軒醫師所介紹的自由廣場 以及自由廣場 在蔡英文總統一身命下之後 所成立的這個所謂的車道的PCR的大採檢站 他的操作背後是有多少用心 侯友宜他在部立北部的一個醫院裡面 所形成的一個長龍 王必勝又是怎麼樣讓他變成了乾乾淨淨 沒有等待到那裡非常不耐煩的民眾的 自由廣場這個事情怎麼形成的 其實呢在一個禮拜之前呢 這些事情都慢慢在行訴 什麼意思呢 各位如果你是一個醫護人員 你身處在一個城市 每天有一萬多例的確診 你發現首都的市長沒有辦法對這個遊走作為 你會不會心急 你會希望能夠幫忙 所以包括臺北榮總的院長 包括我們地方的很多的一個工會的意見領袖 包括基層的很多醫師 就在想我們怎麼樣合作 把這樣的一個社區的PCR篩檢量 把它製造出來 那麼利用這個我們所謂過去的威權的體制之下 的一個公共建築物 它是一個很好的空間 利用大家睿智把動線設計出來 你看這張上面顯現什麼 從左邊開始一個是行人的一個步道 第二個是機車的動線 第三個是兩人以下的汽車動線 還有一個什麼 就是三人以上的汽車動線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各位 因為他很貼心 他知道說用不同交通工具台的人 他的急迫性可能不一樣 他需要接受的服務不一樣 他配置的醫療人員也都不一樣 所以他把他區分開來 這叫做有智慧 我不知道這些醫生至少有沒有一五七 但我知道他們二十四小時都希望能夠把防疫做好 所以他們希望把這樣的一個動線把它撤離好 而且這裡面還有一個第四個部分 三年以上 他還包括什麼呢 包括了我們說的 這裡有一個對話 十二歲以下的幼兒及兒童 有這樣的一個動線 為什麼 因為他們知道說這些孩童父母親也很焦慮 這通道什麼特殊 因為他知道很急 而且用量很大 他是兩邊車窗都打開 兩套醫護人員在協助 快速把這些採檢做完 那我們要講的是說人和不夠 為什麼不趕快去彌補 去年創造了很多很多的瑕疵 那麼到底臺北市衛生局有沒有去彌補這件事情 答案是沒有 那最讓我們覺得痛心的是 等到現在事情有了一個眉目之後 又馬上出來蹭聲量 這樣不是很奇怪嗎 那麼合過來看 其實現在包括臺北市 包括新北市 都需要這樣的人心志士 趕快把你的醫療量能夠匯集起來 好 民進黨的委員楚音在這裡了 只要王必勝一出手 這兩個作亂的市長 就被趙耀鏡照出他們的真面目 不是無能 就是刻意倒彈 那自由廣場的那個大的採檢站 明明就是臨場左 劉耀仁這些中央的委員 在中正區嘛 那這個所跟中央協調出來的 結果呢 要開始運作的時候 黃珊珊又開始說是他接受市長的指示 做的 又開始攔工 那後來呢 這個羅勳軒醫師是全國醫師公會的 那是醫師公會相關的人士跟北榮 北榮總是退府會指導的吧 那還加上自由廣場是文化部 這個主管的地方 所以你要借那個地方 也要中央來這個來許可 或是說來提供場地 擺明了就是中央出手了 才解決了這個問題 還給你一個示範區 結果呢 要攔工 被攔工了之後呢 就被人家打臉了 又開始惱羞成怒 這個柯文哲又開始不三不思亂講話 最嚴重的還是那個部立這個桃園 部立北部醫院青莊的那個 這個大白長龍不見了 對照的照片出來了之後呢 新北市的市政府發一個稿說 這個是刻意操作 什麼意思啊 你要把事情做好了 你也不感謝一下也就罷了 還在那邊嗆聲 還在那邊搗亂 我覺得這過程中最可憐就是雙北的民眾 像我們生活在雙北你就會特別的有感 就是說數字不斷的在增加 那麼到底是真的醫療量能不夠 還是出了什麼問題 這種就可以看出來什麼叫不能 什麼叫不為 就是過去其實我們都一直說過嘛 所有最重的這個所謂醫療的資源 就是在台北 在新北 那麼在這過程當中 如果你有一個好的 有有秩序有經驗 你願意好好做 就像黃珊珊之前 車來速 人家高雄早就已經做了 然後他做了之後 他說是他發明的 所以有人就說他是愛迪山嘛 發明之母 就是只要是他講過就好像就是他 那現在同樣是這個方式 我自己覺得這最明顯就可以看到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就是所謂自由廣場這邊 如果你當初你有想到 你真的來跟中央有說 我要借掉場地 我要借掉人力 如果這個當初是真的你有想到 然後你有跟中央來求助 比如說我要跟你商量借場地 反過來是這樣 然後呢我需要北榮的人力 那你就可以說是你有想到 但是完全不是嘛 現在是中央主動來做協調 然後介入之後 然後擺在這裡希望能夠做一個示範 你卻說這個是我們去溝通去協調的 其實有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在這樣的防疫過程中 我們只希望趕快讓雙北地區的民眾 在這個所謂採檢量當中可以開出來 而不是在那邊就是好像搶勾爭奪等等 我其實最懷疑就是扣解 我其實不能理解是年底是要選舉的 那麼2022年的年底是要選舉的 現在待在這個就是整個雙北地區的民眾 應該自己是最有感的 你去排隊你去做什麼 其實你看到的時候 你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你是自己會覺得 他們把責任推給中央啊 就似是而非啊 所以這也是面臨了就是說 我們現在變成是出來 中央太客氣了 因為我覺得像王必勝 你看在過程當中 哪一次從這個環南市場 最後那個救難的人都是他 是永遠就是你知道他的名字 真的是取得好 就是必勝出馬 就只能必勝了 對但是這過程中 我相信民眾看在眼裡 也知道是發生什麼事情 永遠就是地方說解決不了的事情 王必勝出手 然後就可以把這些事情一一的化解 所以我覺得當然適度的就是中央 包括這個衛福部等等 要讓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可是我相信民眾看在眼裡 他也知道嘛 就是搞了那麼久 以這個現在的醫療量能的狀況 其實一開始他就一直說過 如果一開始的時候他們願意接受中央 因為中央都是你地方政府 如果需要我幫助 你問我 那我就會告訴你 要不然我就是給你一個guidelines 對不對這個指示原則 然後照著做 那你不來求助 然後亂搞一通 那我只好進駐 等我進駐做了 你又說是你要的 這什麼呀 要不然就惱羞承諾 說人家是故意操作 這個互相對比的照片 否則呢 接下來還在那邊這個污名化 這個造謠王必勝 挑撥王必勝 跟陳時中的關係 說王必勝想徵衛福部的部長 實在是搞那麼多的政治 是以人民的這個生命健康 身體這個疫情的維護為準 這個政治呢 慢慢的已經進入了二零二年底的選舉的選前的烽火期囉 剛才我們看到了張三政被朱立倫提名 這真的是一顆奇怪的炸彈 不知道會炸到哪裡去 那臺中呢 說好 那盧秀燕的連任是必然的 而民進黨也提名了蔡錫昌 最近我們發現盧秀燕在中二補選的過程當中呢 包庇放水這個炎家也就罷了 關於鄭蘭公的一次選舉 他連任了董事長 明政局呢 也這個視而不見 把他呢 這個當成是一件合法的事情 那中央呢也在踢皮球 就在這個過程裡我突然看到一則新聞 突然看到一則新聞說啊 盧秀燕夫妻名下都沒有不動產 我要請教朗東的是 這一則新聞其實是友善的操作 是媒體的這個替盧秀燕化妝你知道嗎 然後就說他們夫妻兩個沒有任何的不動產 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我簡直覺得 不可思議到了極點 後來才發現原來他們很早以前的時候 在他第一次當審議員的時候 他名下的財產非常多 最近幾年就開始一直減少一次減少 現在他的連任要以不動產的申報上 夫妻兩個人既無房子也沒這個土地 然後現在還住在台中 這樣的一個蔣經國式的這個女版英雄 作為爭取連任成功的一個訴求嗎 他的這個名下沒有不動產 台中人相信嗎 朗東比對了他的財產申報 我去查了監察院 過去這二十幾年來盧秀燕從政的連政專刊 他的財產的一個申報 發現說他不愧是地震系畢業 也不愧是一個資深媒體人 所以懂得怎麼樣子把這個房產 把他借由這個好像是弄到都不見了 這事情疑點從從 因為一般來說 假設你名下有很多的房子 但是你有負債的話 你最怕的事情是什麼 就付不出貸款嘛 付不出房貸 房子會被法拍 但是他已經是選上了這個審議員之後 才陸陸續續的房子賣掉 那你就選上審議員 後來又選上立委 你怎麼可能當你老公還在教書 你怎麼可能窮到沒辦法付房貸 必須賣房子 這完全說不通 我們來看一下具體的這個數據 這個是1995年5月這個時候 他第一次申報的時候 那時候他債務有三千萬 可是各位請注意 他這邊有八筆的這個房屋 然後其實這中公有六筆 因為兩筆是公設 而且這是我仔細看 這八筆裡面的話 裡面還有二筆 還是臺北市松山區一仙段 就是在現在的 對的是房價很貴的地方 在過去 離國父紀念館 是因為都很近的一個地方 然後面積大概就是這個三十七坪左右 就是一般的這個房子 但是總共跟財中的幾個在北區的這個北區 跟北屯區的房子加在一起 大概就是有一百八十坪左右 所以他並不是完全沒房產 而是一開始在審議員的時期確實有 可是呢你會發現說 經過了這個短短的這個四年多之後 那債務突然間變成了兩千萬 這時候房子開始稍微的這個縮減了 變成總共這個有五間房子 但是呢臺北的那間呢 就從松山區的一仙段變成西中段 又換成了這個另外一間 坪數也不一樣 還換了另外一間臺北這個房子 然後結果再過了沒多久之後 你看到房產了這個就有意思 到了這個二零零一年二月的這個時候的話 就看到是說 哇他的這樣的一個這個幾筆 又變少了變只有三筆房子 從原本的這個總共有這個六間變成了三間 其他三間就不見了 那臺北的房子也賣也似乎是賣掉 或是轉移到不知道誰的手上 好關鍵來了二零零四年開始 他這時候呢債務剩下五百六十萬 可是他房產已經歸零了 只剩下南投呢有一個郊區有幾塊地 如此而已 然後這樣的一個狀況 一直到二零零八年房屋零 債務零存款也是零 二零一六年房屋零存款到了一千萬 然後債務也是零 也就是要循序漸進的 把自己名家的房子不斷的這個轉移啊 就脫手了這個之後 到現在去刑訴說 他好像是什麼 這個非常的這個清白啊 然後都沒有房產 可是就變得很怪 你身為一個市長 那你也是在台中生根這麼久啊 這麼多的選票投給你 你好歹在台東買個房子嘛 人家這個羅志強要去選的 這個桃園票現在沒辦法選啊 他好歹也是歸山又買了一個房子 那你盧秀燕說你那麼多年來在台中 都是租房子這件事情 在邏輯上在情理上是完全說不通 你好歹有一間是你真的是你自己住的 可是都沒有 政治去查過相關那個報導 盧秀燕他目前的住家在哪裡 其實媒體保護得很好 還沒有辦法完全去查 說他到底實際上的這個住所在哪 那這個消息會跑出來 其實一開始也是想要幫盧秀燕擦脂抹粉 因為他從二零一八開始 現在證招新團隊就想用這個替他那個 他其實知道零一八年的時候就用這個去打 就用這個去打林家隆 他說林家隆這個家裡面有房子 那盧秀就是沒有幹嘛 可是你又比對這個數據之後 就會發現說這未免也太假了嘛 你怎麼說服人 一個審議員加上是立委的常勝軍 在政壇一路上平步清雲到選上市長 那你跟我說哇 你名下一個房子都沒有 這我覺得現在一般的情理中是沒有辦法接受 真的是奇幻魔幻的這個現象 要請教智商 你身為一位臺中市議員 眼見你們的臺中市長 如此清廉 兩袖清風 比蔣經國更勝之 應該覺得很慚愧吧 所有臺中人都要投票給他 你們還打什麼選戰呢 其實說這個一般常言 不要說我們是市議員 一般市民朋友 這些盧秀燕盧市長 你做過一屆審議員六屆的立委 包括現在是市長 從政經這個經歷從這個將近二十七年的時間 說實在你要跟大家說你名下 就一間才算也沒有 那剛剛藍東兄也提出來了 其實他從民國第一次這個申報 是民國八十四年監察院 一路到現在 其實我們也這個去查了一下 他歷屆選立委通報的這樣的一個申報的一個 這個財產 很清楚 我想盧秀燕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政治人物 如果相較於顏寬衡 為什麼這樣講 我想我們那時候在打中二選區的時候 這個不是他的財產 嚴家的財產 不是國家機器找的 嚴家的財產都是從他的這個申報 裡面一筆一筆多少土地多少房產 全部清清楚楚記錄出來 然後一個一筆一筆去查 但是盧秀燕從他當審議員 當立委六屆以來 其實他就很清楚 要怎麼樣讓自己的名下 這個包括過去可能從負債 也有媒體寫說他從負債三千萬 後來到還清債務一直到有存款 那包括這幾屆的這個任內 怎麼樣讓房產能夠不見 我想這一般人吃虧可以接受 我也沒辦法理解 他怎麼會這麼厲害 怎麼厲害 如何可以讓他的這個房產 能夠這個不見 是他的子女嗎 因為我的瞭解他有兩個小孩 包括是他有什麼樣的方式 我想這個 他的小孩有成年的 包括他現在所住的那一棟 到底是誰 到底是誰的房子 而且問你 他的小孩有成年的對不對 對 成年的小孩的財產 就可以不必申報了嗎 對不對 對 所以說這個部分可以去查 那第二件事情我要講的是 其實其實在一零年那個時候 蘇嘉全來選台東市長 那個時候一四年林佳龍來選台東市長 那時候藍雲的議員 不是到處在批評攻擊嗎 那時候也是查 從他們的這些財產這個申報裡面來查 林佳龍你的這個房產都在北部都在台北 你這個臺中都是租房子 除了一位的一直攻擊批評抹黑以外 我想當時候攻擊林佳龍 攻擊這個蘇嘉全的 他來台東要來經營 已經有十年的時間 總是不買房子都做房子 當時候國民黨的議員 你怎麼批評的 那現在看到盧秀燕 你最近一起的申報 你怎麼會有同樣的標準 去講你的市長 這樣是什麼道理 他們是台東人 對 他是台東人 所以你要去說服一般的市民朋友 這我沒辦法理解 好啦 我們真的無法理解 在場的學位最高的是牛津大學的汪浩博士 可以請你用博士的智商 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個背後有多麼令人遵從感動的故事嗎 對 我覺得這個臺灣當然一般的住房 自有率是非常高的 將近百 超過百分之八十五的人 都有自己的住房 那當然像盧秀燕這樣 從政二十七年做了六屆立法委員 又做了一任台中市長 他在台中市竟然沒有任何房產 沒有土地 這確實是匪夷所思的情況 關鍵是說 臺灣的申報制度 是不是被他抓到了一個漏洞 如果是他父母或者他子女 帶他持有房地產的話 他可以不申報也是合法的 我想他大概就是抓了這個漏洞 用來這個為自己這個粉飾一下自己的形象 他當然這個 但會不會太過頭了 確實是有點做得過頭 做得過頭做到不合情理的狀態 這個說老實話 他作為這個議員和市長 有這麼多年的正常收入 而且他先生又是 而且是個市長 在臺中市沒房子 而且他先生也是在臺中工作的大學教授 他們是臺中人 他輸家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不符合臺灣的 一般人的這個實際情況 對呀 你看不要討厭 而且他也不交臺中市政府的這個房地產稅 對啊 房產稅 地稅都沒交 都不用交 我們還是這個臺北人啊 什麼都有交 但是問題是說請教儲英的是 他是那個追這個房產專家 儲英 事實上盧秀燕很會這一套 因為他曾經被揭發過說 他的選舉的時候 有不同的公關公司 對不對 選舉的公關公司 不同的公司 來處理不同的收入 不同的這個公關的選舉經費的投放 最後最後發現錢呢 省了很多 不必這個去申報 然後也不必這個要花完 對不對 所以他不只在房產上面 有這個神奇的這個轉換能力 地正性畢業 他對於怎麼操作選舉經費 怎麼樣從A公司到B公司 再到C公司 反正都是自己的公司 自己擁有錢這件事情 也很厲害呀 這些事情比對出來 這個傢伙的不誠實 其實他的這個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你們臺中的市議員 民進黨又被我罵了 你們臺中的立法委員 你們民進黨在臺中有這麼多席的立委 就眼看著他用這種這種假象來欺騙台中人 還繼續連任成功嗎 真的是屬可忍 屬不可忍呢 初音 我覺得因為盧秀燕他是媒體人出來 所以他也非常瞭解說你在媒體當中 你怎麼發言 那或者是你丟出什麼樣的議題的時候 你會引起什麼樣大家對你 他可以很容易的去預設 但是就像我剛剛非常認同智昌所說的 眼眶可能他敗在哪裡 就是敗在他們家一家子的這個房產 地產 讓大家覺得就像是在玩這個所謂大富翁 現實版的大富翁一樣 所以在這個財產申報的過程當中 他真的你就會發現說 他乾脆就將計就計 先讓大家去告訴大家說 我跟你說 我連一間房子都沒有 但是我覺得很多事情是這樣物極必反 比如說當時我們在看 嚴家有這麼多的房產地產的時候 我們感受到的是說 怎麼這一家人 爸爸掌握有鄭蘭公二十年 然後女兒在當這個副議長 兒子在當立法委員 所以等於一家人可以圈出這麼多的資產 大家覺得奇怪 同樣的我們在看盧秀燕的時候 我們也會覺得物極必反 就很奇怪 就是我整理了一下 盧秀燕在一九五五年 開始做審議員 當時 一九九五年當審議員開始 他當時是負債的 負債三千多萬 對啊 然後你會發現說 他的負債慢慢的減少之後 到現在財富已經累積到了 這個兩兩千多萬 但這個都是從週刊的統計 以及這個現在的所謂公務員申報 但我們想講的是說 你當不論是從審議員 再到立法委員 再到現在的市長 你的薪水薪資一定是在一般人的水平之上 我必須講實話 那你想想看他可以從當時 我找到的是立法院一九九七年的財產申報的公報 是怎麼說的 說他有十一筆土地 然後呢在台中市有九筆 那麼另外的在南投 然後有八個房舍 那剛剛我們在節目還沒開始之前 朗東說可能是大概就是 有公設算進來 好 不論如何 至少有六七筆的房子 那這個過程中你是月選 到底這個是房子一直賣 是賣房子來選舉嗎 還是說賣房子來還你的負債 這完全就是又是超越大家 另外一種覺得的不可思議 如果你今天在臺中選立委 再到臺中來選市長選到財富是有一些累積 多了從這個負的到正的大概一來一回這樣子 就是四千萬左右 四五千萬回來 但是問題是你選到把八個房子賣光光 十一筆土地賣光光 結果你還為名喉舌 繼續選繼續更上一層樓 我其實很懷疑的是說 哪一個臺中市長在臺中沒有房子 對 然後他在臺中 他買不起任何一棟房子 我要講的是哇 所以臺中在胡志強任內 在你當立委的任內 地皮炒作到 你完全沒有辦法 買得起任何一間房子 我認為你根本沒有資格選市長 他應該都帶點社會住宅去買房子 我想講的就是 因為我們之前講的 他的社會住宅 還有跟建商的關係 所以他現在告訴大家 我沒有房子 我連房子 我房子都買不清 看我乾乾淨淨淨 但問題那你現在住哪裡 所以他有人說他就在市長官裡 對 沒有他住他自己家裡 應該是住他自己家裡 那是誰提供的房子 誰提供的房子 真的匪夷所事 玉蓋彌彰 是 大家會覺得說 哇 這這個沒錢到這種程度 已經不合邏輯了 我必須講實話了 這完全是超越了我的想像 也真的值得我們繼續去追下去 到底這些房子轉到哪裡去 或是賣到哪裡去 而真的賣掉的錢 有沒有實質地展現在 這樣的一個財產的增加 告訴你認真的追的話 每一個房子都有談本 每一個房子的買賣 都有這個紀錄的 我們跟盧秀燕走著瞧 但是在現場的張委員 一定覺得很難辯護吧 你是沒房子吧 你有沒有房子 有但是我那是父母就是幫我買的一棟 台北嗎 沒有 不在 在新北市 恭喜恭喜 連你都有房子 你們台中市長 你們台中現任市長 做到第四年了 沒房子也還要住 住在別人的屋簷底下 寄人底下 真是不可思議 現代的這個青年女王 了不起啦 蔣經國的招牌都應該放在他身上 必須說他的確過去 做財產申報看起來 的確土地也蠻多 那個房子也蠻多的 那突然這樣減少 不然你轉賣會怎麼樣 賣掉你的存款總是會增加 那的確後來看起來 他存款先下價之後 現在來起來 對 債務減少 但是這個存款 但是合不合理嗎 你當個台中市長 你在台中總要 一個套房總要有吧 沒有 我講實話 就一般人來說 當然覺得 有點跟一般人的觀感來說 感覺不太合理 不太跟一般觀感不一樣 那當然兩種原因 一種像除菲委員長 他可能真的很認真打選舉 你知道 選舉很花錢 都賣光了 我是第一種 我是酸的 你相信 沒有 這第一種 所以我說這第一種 酸的 你真的相信 你太單純了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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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選舉公關公司結業 我另外要說實話 實際講在公司公司 公司的人在申報財產的時候 其實都很小心 都知道說不要違法 我相信他的房產 這處理掉 應該是沒有違法 我應該啦 因為按照他過去媒體 他應該很小心 合理藏地啊 這個藏房子很容易 像寇姐說的 每個房產的轉賣 都一定有所謂的成本 他一定都找到資料 但我們可不可以找是一回事 那找到之後 他給了誰 是另外一回事 那我覺得當然這是 六個月還查不出來嗎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十一月二十六號選舉之前 溫朗東發一個月 就把他全部都當偵探 都弄出來了啦 傑明你懂房產嗎 臺中最重要的是 他把臺中的 他自己對房地產的這個政策 跟市府的行政權利非常感興趣 可見他不是一個對房地產無感的人 那有些人因為很笨啊 無感所以不買房子 不買地嘛對不對 然後他不是啊 他一上任就去賣了那個社宅賣給那個 那個總財建設賣給吳錫昆 然後後來還賣了多少億八百多億吧 是不是八百億的土地打全臺中 還賣了這個吳錫昆 用一百萬一坪的房子 在說宣傳 做了這麼多跟房地產有關的房價提高的事情 自己名下一筆房子都沒有 打一個土地都沒有告訴大家 我沒有土地 因為我手上沒有 那真笑的喔 最近我們議員就在質詢上面說 臺中投資的錢回報率非常糟糕 但是在房地產的回報率非常驚人 其實現在臺中的狀況是年輕人基本上很辛苦 他們的所得事實上已經在下滑 並不是增加下滑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呢 房價不斷地飆升 那盧秀燕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其實坦白講我非常傻眼 因為你要瞭解盧秀燕的先生 他是以前的議員 他爸爸也是議員 還開建設公司 早期的議員 又開建設公司 然後你建設公司之後 發現到你家沒有房地產 那這個我覺得 如果今天我是盧秀燕先生 我會覺得很丟臉 我怎麼可能我自己老爸是議員 我自己是議員 我家裡有也是建設公司 然後我給我太太 竟然沒有房子 我覺得第一是是不可思議的 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最近臺中的房價 確實就是長得很兇 從以前我們剛才講的社財廟 之前一件不是十字頭嗎 說一字頭 說是一字頭 後來他把它社財 變成是建築物的時候 現在是三字頭 還有要到四字頭 有沒有 所以換個角度來看的時候 這對年輕人的觀感 然後這時候你還算喔 如果盧秀燕的房地產在 因為我覺得了解 都是已經上百坪 那以現在臺中 他九五年的那個房產 如果還在的話 現在光是一線路可能三十坪的話 一線路現在應該是一百萬一坪 而且他的房子可能不只這些 所以他的身家 如果把那房產算起來的話 以現在那個地區的房價上漲 我覺得是亦來亦去 所以這背後有一個非常崎嶇的故事 說不定是我們不知道的 他的難言的苦衷 但是不管怎樣總是應該告訴我們大家 讓我們知道一下 一個人怎麼可以敗掉了八筆房子 褚英不是有說過了嗎 他之前那個公關公司 後來結餘的金額 那個那個是新聞上都已經給他比對出來 他言那個輕描淡寫的回應 就是用這個A轉B轉C的方式 他你知道他現在的存款 最新的存款是八百萬嗎 對 按照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也就是民進黨所曝光 曝光他的那個選舉經費的轉來轉去 所結餘的錢就超過八百萬 就超過八百萬 我們用正常來算 九五年他有八筆房子 八到八筆左右房子 然後九五年一直到現在 他的那個現在的申報上的八百多萬的存款 是他那一筆結餘 他選過非常多次 你們上次在選舉的時候 那個民進黨公佈他的事 那個時候我記得結餘 大概他賺來賺去結餘有千萬左右 所以這些錢不在他的收入範圍之內 換句話講 他那個時候是有負債三千多萬買房子 對不對 那二十幾年三千多萬 那個那個貸款也可以還完了 按照他正常用他的薪水來還 因為他們審議員跟立法委員跟那個市議員 跟教授的薪水應該不低的 他應該可以還完 不必把房子賣光光啊 所以你到底在玩什麼遊戲呢 如果這個樣子都可以讓他連任成功 那我也服了這個台中人 或是服了台中的民進黨了 我再說一次 你們臺中民進黨的立法委員跟議員 是在睡覺嗎 這個新聞我告訴你啦 是我跟朗東華兩個人 切而不捨查出來的啦 我才不相信這種新聞呢 這個新聞這一次還好意思刻意操作 這國民黨人就有一群那個政治白痴 你知道嗎 就喜歡操作這種新聞 要不是你們這一次故意操作這個事情 大家都還沒有注意到 就像我們現在回過頭要討論 張三政好了 這個現在很多人 我剛才在賴群組上看到很多人 很多都民進黨的人在那邊討論 朱立倫到底在想什麼 朱立倫到底在想什麼 我不知道啦 我剛才還偷偷地回了一個題目說 那個王浩認為黃建廷是蔡英文派過去的 剛才還沒有請王浩評論 朱立倫這個偉大的行動 今天臺灣政壇最震撼的 除了這個盧秀燕名下沒有房地產之外 就是黑馬張三政這個提到了桃園 我覺得朱立倫當然 他是有精算過的 第一朱立倫他對桃園是瞭解的 他自己做過桃園縣長了 那第二一個就是說他整個這過程中 有這個羅志強 還有這個呂玉玲 還有其他那麼多人 這經過了很長時間的內部的討論硬量 然後也有公開的跟這個羅志強 於是網破 在這種情況下 然後再加上這個韓國瑜 自己也到桃園多次考察 而且韓國瑜要選桃園這件事情 也並不是空穴來風 韓國瑜在過去兩年 實際上桃園是經常去的 經常在佈局的 那一定是我認為一定是 韓國瑜到最後臨時決定 他自己覺得他出來可能選不好 所以有可能韓國瑜自己也選不上 因此他臨時派張善政 來等於是當這個擋劍牌 那在這種情況下 韓國瑜等於是說服了朱立倫 為了保持這個韓國瑜 跟朱立倫的這個聯盟 因此這個朱立倫也同意讓張善政出來 那這個是完全犧牲了 國民黨在桃園的地方人物的利益 整個一個空降部隊等於是 把國民黨朱立倫過去一個月 擋住羅志強的所有藉口 180度的反轉來打自己的臉 這個真的是非常奇怪的 一種操作方式 這個操作會形成什麼樣的這個 淋漪效用呢 今天很多人都在討論的是 呃呂玉琳當然說他絕不接受了 對不對 因為他錢都花了 這個錢白花了 對啊 那你知道智昌在臺中 那2022年底的選舉 究竟你們怎麼去觀察 因為其實盧秀燕有一個護身符 就是當這個選情進入核心戰的時候 其實是臺北是重中之重嗎 因為臺北這次如果是撒卡都的話 民進黨的所有的關注力量 一定也在臺北 臺北很可能 民進黨會在陳水扁之後 首次拿回政權 所以當新聞的焦點都在這個臺北市的話 其實其他地方會跑掉的 那本來大家都認為是北北桃 那現在的桃園鬧出了張善政奇蹟 那究竟會怎麼樣的轉移臺北的問題 我不知道這個選舉會怎樣 但是我會知道張善政跟蔣萬安會是一對寶 他們 你們真的完了 他會是一對寶 盧秀燕是另外一隻寶 如果這種選舉你們民進黨還打不贏的話 那我真的是訴我這個資深政治記者 對選舉就已經預測錯誤 你知道嗎 我每次選舉之前都跟大家說 今年的選舉好好玩 每一年的選舉都好好玩 是 今年的選舉更好玩 有一個臺中的盧秀燕 你的房產三個月四個月就會被 我怎麼都給炸掉 你的那個形象跟空性力 更別講臺北跟那個桃園 那蔣萬安傻乎乎的 那個小奶瓶這個沒拿掉 張善政傻乎乎的傻大哥的樣子 這個這個怎麼選啊 寶姐我想剛剛這個臺中盧秀燕的部分 其實如果從選舉的角度來思考這件事情 其實從這個中二選區以來 包括整個臺中大家對盧秀燕 包括假面市長好人市長不做這個公關市長 媽媽市長沒房子 媽媽市長是無核蝸牛 沒有沒有 寶姐我要講的 我要點出 我要點出的問題是什麼 因為其實從這三年多來 盧秀燕跟地方派系 那地方派系就是土地跟資源 這其實這個未來這半年 其實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你們抓不到 傑民兄剛剛也提到 他們家過去他們那邊也都種在世家 跟建協的頂頂的 我想這個跟房產跟土地都很緊密 跟財團 所以說我認為某個角度 他其實也在做預防針 不是 問題是說這個不合理的狀況 只要每天有記者去問他 你們每天市議員去問他 他就必須答覆 光是林索英加溫朗東就夠了 那第二個 我想講到這個張善政 其實我想這件事情其實很確定 就是韓國瑜跟朱立倫 其實就是緊密的結合 推張善政 一方面這個 他們兩個人緊密結合 打趙少康 您聽我說 左打趙少康 右打小強 因為韓國瑜 趙少康不是一國的嗎 沒有 小強背後還有文倩姐姐 沒有 扣姐 文倩姐姐也沒有去逼宮 扣姐其實韓國瑜下來以後 因為韓國瑜的出現 讓國民黨整個激進化 偏激化了 而韓國瑜下來以後 其實在帶領的這些韓粉也好 戰鬥籃 也好 機動籃也好 這群人就是趙少康 羅志強這一群人 那其實在朱立倫整個算盤裡面 他算得很清楚 如果找了張善政 韓國瑜這邊沒問題 戰鬥籃也好 這個激進籃也好 對張善政也會 有什麼用呢 中間選民你怎麼去 而且他會鬧笑話 對 沒有錯 沒有錯 張善政是在政治上面的政治智商 真的是非常低的 我對他這個人 我還覺得他 是朋友他還算friendly 可是你訪問他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卡卡的 這就跟蔣萬安一樣你知道嗎 蔣萬安是一個小歹評 蔣善政是我覺得現在推出來裡面 稍微我覺得不管是知識欄 或者是大家對於他的那個形象 稍微還可以接受的 那桃園的政治結構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余北辰將軍就會分析 桃園又分這個北南 桃園是全臺灣這個 族群最多元化的地方 他的在地的這個經驗 跟在地的背景是選民們非常考量的一個重點 那你犯一個張善政等於就是投降 那這就無怪乎他為什麼 25號還要推蔣萬安 也無視蔣萬安的民調一直低 就是只要民眾快篩陽性 然後透過醫師的確認 我們就不需要再透過PCR 然後就可以給藥 立委蔣萬安即便人在家居隔 檢渡政府防疫作為也不能受 國民黨已經定調5月25日中常會要正式提名通過 蔣萬安代表國民黨參選台北市長 資深老將前立委李彥秀給蔣萬安建議 如何去過那45% 那相對的基本盤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一直私底下提醒萬安說 萬安我們這場選戰就是母雞跟小雞綁緊 如果所有小雞的票 也就是市議員的得票數 等於蔣萬安的得票數 那萬安你就過關了 那當然我個人認為說有連勝文的前車之見 可能蔣萬安自己要僅以為替 那再者蔣萬安現在現階段 年輕人的支持度並不高 老年人的支持度也會慢慢的滑 往下滑 在市長選舉當中會被黃珊珊所超越 想拿下45%民黨台北市議員洪建議 認為沒這麼樂觀 畢竟蔣萬安的可能對手 除了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之外 還有指揮官陳時中 兩個人在防疫上有表現空間 而蔣萬安現階段最大難題 就是要如何凝聚藍營選票 這場三角度選戰 一個不小心反到黃珊珊得利 所以你每一個論述 對於每一件事情你的想法 你要去凝聚大家 而不是去分散大家 當你去分散大家 或讓大家不出來投 或甚至那個票 有可能投給黃珊珊的時候 那我覺得就會傷到她的基本盤 其實她是需要有民眾 對她的政見有認同 甚至於要把台北市的 遠大的一個光景 願景讓市民知道 但是現階段看起來 蔣萬安幾乎是零 當然以我這一次 台北市的小記憶來講 我當然希望陳時中來選 那陳時中其實對我們來講 絕對不會扣分 民黨事議員分析 蔣家包袱和敏感議題 不願表態都是蔣萬安的致命燒 首都爭霸民黨不急著推人選 國民黨搶先就戰鬥位置 能否拿下勝利恐怕還很難說 對朱立倫來講 其實台北本來就不是國民黨的 你知道嗎 我的看法是本來就不是國民黨的地方 所以輸了也不算她輸 新北侯友宜 現在至少她不會輸給任何一個人 桃園本來也不是國民黨的啊 桃園輸了也是應該的啊 所以桃園輸了 然後她還有韓粉 就像前面所講的 所以對朱立倫來講 我們看起來討論的 呂呂淩氣的辦事 那個什麼CK可能不給 可是對朱立倫來講 他維持原來的數字 原來他們國民黨的 現在是十四個縣市 你們要維持這十四個縣市的能量 還是在的啊 因為這兩個地方 本來就不是國民黨執政 所以她不輸啦 只是形象上的問題 沒有 可是我們做主席 有時候六度要過半喔 算了吧 所以這個這個情況之下 是朱立倫在的重點 不在於地方選舉 她的重點其實還在到美國去 還在於她轉移就是 她是不是真的要抗中這個親美 要保台 是不是要改變她的這個政治上的主張 為她的未來的參選做這個區分呢 你覺得呢 我們現在看 其實朱立倫曾經說一句話說 她所有做的事情 都不是為了選總統 但是我說她所做的每件事 就是為了選總統 你看她現在美國的這個所謂的辦事處 已經建立起來了 所以她也要去美國 為什麼知道 她已經覺得這個氛圍完全不對了 包括像日本 包括印度跟澳洲 現在對中國的態度是越來越遠離 而且美國對於中國的壓力 像這次她到日本跟韓國 討論到這個印太戰略 拜登這次是來真的喔 是來硬的 而且她是決定要把這個中國在軍事跟半導體 還有在中國的一些科技業 產業上面是要連根拔除 非常兇猛 所以她 因為她知道嘛 如果今天日本跟韓國 能夠拉到了這個美國這一邊的話 中國半導體是沒有未來的 可是中國現在能夠發展的產業 也只剩下半導體了 所以這個情況下 看朱立倫左想右想 那將來這個選舉的時候 如果沒有美國人的支持的話 她要選什麼 所以換個角度來說 地方選舉看樣子 我們就保持這個現況 那宜蘭跟雲林稍微拼一下 那如果這個臺中跟新北市沒有輸掉 她也就沒有輸 宜蘭輸也不是她的責任 宜蘭輸是林之妙自己的問題 但是問題是還有潛在挑戰者 一個是韓國瑜 一個是這個趙少康 她總是要在這個地方選舉裡面 不能讓趙少康 所以如果她切割了這兩個人 這個美中政策的話 那她可能還可以有某種程度 還有自己的這個支持度嗎 對不對 補充一下 因為昨天上報有個獨家 說羅志祥去拜會柯文哲 講桃園藍白再也合 所以注意看著嚇都嚇死 如果真的要這個羅志祥跟柯文哲 走在一起 透過桃園 讓羅志祥 柯文哲甚至更高的話 柯文哲就會取代到朱立倫 變成泛藍的一個公主 所以說朱立倫甚至現在趕快把這個 羅志祥給斬草除 跟幫他出來 羅志祥那麼強嗎 當然是羅志祥本身實力是有限 但是他如果一旦跟柯文哲聯盟的話 柯文哲已經在講他的這個黃珊珊 他已經讓蔣萬安很多支持者都覺得 不是偷黃珊珊好了 這樣的情勢 如果不只是在臺北 連在桃園都發酵 那朱立倫他要再選總統 就變得難上加難 不是他現在當然 我們黨觀眾朋友 應該心裡面很著急的是 那民進黨要推誰呢 所以民進黨的兩位 還是要給答案 那民進黨的阿中 什麼時候可以選臺北市 我聽那個許淑華 還有其他幾位民進黨的市議員說 在地方跑的時候 大家還是問他 還是阿中最受歡迎 那桃園呢 張善政因為過去沒有被民調過 也沒有被討論過 所以我們還要看未來幾天的發展 可是我的感覺上是 鄭運鵬應該也有一個相當程度的競爭力 其實王必勝在桃園一直是一張王牌 雖然上次經過了一個他的家庭的問題 可是那個家庭的問題 顯然也沒有影響到他的能力嘛 對不對 跟他的公眾上的說服力跟形象 所以要請教主因 你們現在面對的壓力 是人家的臺北市長就已經要提名了 下禮拜對不對 然後現在桃園也底定了 那你們那你們還是要玩什麼 你們的這個北 臺北市新北市跟桃園 還有你們的新竹也沒有人啊 那要如何處理呢 其實說實話 像我們身為民意代表啊 我們是常常會被支持者一直追著問 那但是因為畢竟就是選對會 包括像今天下午開中常會嘛 那麼選對會在黨中央的這些討論 事實上我自己其實面對 比如說現在桃園人家有人選了 然後人家台北也有人選了 我們是真的會被一直問 比如說我在地方上 很多人都會問我說那現在陳時中 他們會擔心你知道嗎 就是說陳時中 是不是真的就被疫情綁住了 然後陳時中會不會就放棄了 就中央不讓他來選 那其實像這個時候 我們這都很難回答 對那包括說像桃園 包括比如說孕鵬 他現在在立法院裡面 他扮演的角色 我必須說像因為我現在是 立法院的副書記長嘛 所以跟孕鵬合作的機會會更多 那麼很多的朝野協商 或者是很多我們的院會上面的運作 尤其像前一陣子因為疫情的關係 比如說像靜宜啊還有歐破 林靜宜跟陳歐破剛好都確診 所以就會變成說欸 他在 鄭運鵬 在立法院也表現得很好 所以也會有選民問我說 所以現在鄭運鵬 是要留一點關係嗎 所以我們常常也都被問的 不知如何是好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 我插嘴插嘴 初立倫提張三振有點突襲 可是他讓民進黨 還沒有做任何準備嘛 所以民進黨必須對於這個人 要重新布局 對於自己的人嘛 要費一段時間啊 鄭文燦可能過去 並沒有研究過張三振 雖然鄭運鵬那個傢伙很聰明 全台灣的政治人物 他都熟啦 其實像剛剛喔 就是我在這個 就是我們在錄影 現在的過程當中都會看一下 手機嘛 就有幾個線上的記者 也有在跟我聊天 他說其實他們私底下 有超外線跟鄭運燦問了一下 那麼其實鄭運燦 他覺得張勝正 不是一張不好的牌喔 因為對於我們剛剛聊到的幾個 在地的勢力 的這個所謂安撫 或者是說像現在羅志強這個 他覺得張善政不見得 對朱立倫來講是不好的 如果韓國瑜出來整顆的話 不是那麼的好打 不是那麼的好打 就是他會覺得評估說 這個這個牌還算是厲害的 對顯然顯然對於在地的觀察 也許就跟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啦 對只是當然如果有韓國瑜大力的 等於是張善政呢 帶了一個韓國瑜的面具 選的話 那那對你們臺北說不定也很好了 變成全臺灣又會有新的寒流嗎 請教參委員 因為你們臺北的蔣萬安確實 讓很多的小雞捏一把冷汗 我先講一下 如果今天撇除過去有羅志強這個原因 老師說張善政選桃園市長 絕對是一個還不錯的企業 甚至普遍會認為是個好企業 所以的確這個人選不能小區 只是我們現在的確內部 對於羅志強這樣有點像被做掉 我們有點不滿 羅志強被做掉 你們有什麼不滿 他不是照樣看 你是戰鬥男的呀 不是 不是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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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你就看有個人耕耘喔 你給他 因為給他一個公平的制度 那你即便你徵招 也要說出一個說服人民的一個說法 當然大家呂玉玲更生氣 對那時候我剛才幫呂玉玲 幫我們報復品 但是回到這個 但回到所謂的那個張善政 到底會帶起韓流 我覺得人設不太一樣啦 張善政的語言 包含扣經剛剛講的他的所謂政治語言 老實講我覺得他今天不要太政治化 包含我們剛剛提到上次總統大學 講到生小孩的事情 就我當時我看起來我覺得超不像他的 而且的確是扣分 講錯話了 那就代表說 講錯不止一次話 代表說他當時你知道有些人 剛從政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我要跟一般政治人物一樣 我要用很多政治語言來煽動人氣 但他就不是這樣子的人設嘛 所以我覺得如果今天張善政 他回到他過去的人設 在處理他所謂桃園市長的議題的時候 相反他這個是有吸引力 但如果他一旦崩壞了 開始做很多政治語言的辱罵 跟攻擊的時候 這時候大家對於張善政的人設 就會覺得你跟我過去想像的所謂行政院長 張善政不一樣 所以你覺得還是有點憂慮 但是問題是說藍白真的會合嗎 羅子翔真的會跟柯文哲合嗎 柯文哲怎麼跟隨便跟誰都可以合 可能嗎 但是羅子翔現在沒有舞臺 他沒有地方可以選 其實他一直有機會就是去高雄 但是他不敢去高雄選 但是不管怎樣 其實你看一個禮拜事情變化很多 柯文哲在這次選舉裡面 因為王必勝幾個舉動又被打下來了 他自己當然發動那個所謂的 這個棄手投降說 黃珊珊發動一波以後就敗下政來 所以藍營的共同教主 是不是又被韓國瑜給搶回來了 朱立倫跟韓國瑜聯手又會怎樣 朱立倫去美國回來會不會被洗腦成功 然後變成了抗中保台有用嗎 朱立倫抗中保台你會接手他嗎 那任何人想要抗中保台我們都應該